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伊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看的人不多的这个沙头版本 这次沙头版本我打算把这个功夫世界 给他玩光光 因为只剩下24 还有一个最终的boss关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卡是如何吧 今天估计还能再打一个什么实施任务之类的 怎么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24关 他这个目标 其实我之前稍微看过 非常的离谱 不能失去超过0株植物 不能这样子采花 也就是说我不能 就一株那个植物没了都不行 但是这一关火把僵尸看到没 更离谱的 比火把僵尸更离谱的 就是这个躲在这个铁桶后面的这个药水 香水僵尸是吧 他扔个香水 你植物就就就基本上没了 然后用什么东西比较好打呢 而且选卡只有四个槽位啊 有观众提醒 我们用冰地刺来打 然后这一关为什么还要带帮打仙城啊 帮打仙城可以干什么 大家我们继续 这一关他还是不一样的那种 关卡 他是属于坚不可摧 你看2400阳光 在这备好了 我想让我的阳光到后期越来越多 我就用帮打仙城啊 帮打仙城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当你用帮打仙城击杀一个僵尸之后 帮打仙城会帮你回阳光的 我们来见证一下 然后这个都没有准备啊 僵尸直接过来了 边中 僵尸边过来 这还是蛮神奇的一个设定 好 我感觉我们可以直接拖 为什么我还把冰地刺弄在后面 之前我自己偷偷玩了一会儿 因为到后期还会有小鬼从天而降 我提前这种防备好了 大家就敬请期待着啊 敬请期待着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 哎 这些僵尸被钉住了 散阳光了 看到没 被棒打仙城打了啊 然后我这个冰地刺又有阳光可以中了 哇 真的是不错呢 对不对 真好呀 真好 然后这些僵尸 还好 直接就能在一格冰地刺的这个位置 就能死光光了 真是死光光 但是到后期的话 还有那些铁桶 我肯定不能只中这一列 我肯定要多中啊 我们第二列冰地刺接着补 然后敌大波僵尸要来了 待会儿天降小鬼了 看机器重灾来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一列冰地刺 这后排的小鬼啊 就OK了 应该就OK了 咱们的这个冰地刺还得中快一点啊 已经火把僵尸也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火把僵尸没关系 这冰地刺真不错啊 冰地刺真不错 待会儿一定要补足阳光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来了 这头疼的芭蕾舞 芭蕾舞来了 赶紧赶紧赶紧赶阳光 赶紧赶阳光 把芭蕾舞这个地方一定要赶紧杀 再来一来再来一来 疯狂来 疯狂来 哇这一波 这波芭蕾舞 芭蕾舞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一定要把他们全部炸掉啊 这阳光给的也真的是超快 然后到后期的话 阳光不是超多吗 当然到后期 贴总将士也会来很多 他就会阻挡住 那个药水瓶 啊 药水瓶 就就是 我在说什么 就是这个阻挡住药水瓶的受伤 你就说棒打仙城 打不到那个药水瓶了 等会儿药水瓶走过来 就像水瓶啊 他就会把我的这个棒打仙城给堵死 那所以说 我得套个南瓜套子了啊 这就是南瓜套子 为什么我要戴着的原因 我刚感觉 我刚才说一段话说的鱼无伦似的 正一谱 好了 我现在不能损失任何植物啊 中了一个就必须好好保护他 你看现在是铁桶拨出 然后就这一波就这一波 你看到没有 这个铁桶还有这个药水瓶都躲在 这个右侧啊 非常的恶心 铁桶还保护药水瓶 免受这个棒打仙城的攻击 我得想办法 把这个药水瓶搞死啊 要不然他这个距离 药水瓶的攻击距离 大概是四格的样子 他马上那个药水瓶 所以我拿南瓜头保护 我不知道他这个药水瓶 堵我南瓜头 是不是一下就秒了 应该不是吧 那南瓜头有什么好保护的吗 有没有药水瓶来堵我 我现在得 我看到看到看到 这在堵我的 我能不能见过包大树啊 我南瓜头有没有见过包大树这个东西 我好害怕啊 南瓜头好像挺住了 你看他又在堵我 第一次在堵我 但是我这边这么上去 可能这南瓜头没受伤是吧 还是或者说没有见过包大树 一个都 一个都能守得住 我能不能扛下来 现在就3000多阳光 我惊呆了 加油加油 好像还行啊 可以过了啊 还有还有 你看他还在阻我这第一行 独一会就没了 独一会就没了 好 过了 哇 这套阵容 第二次关 大家可以去商店里买一下这个 这个冰地寺 买了冰地寺之后就这么过 哇简单又轻松 扭不扭 来吧 下一关下一关的boss了啊 这个boss我们看看是是什么样子 他是boss吗 功夫世界 嗯 这么难 但是不要失去超过三株子 你怎么又谈一遍了 什么鬼 不要失去超过三株子 呃 诶 诶 3300阳光 我怎么感觉这关打法跟刚才好像 但是有加冈特尔了 我这套阵容可能不太行了 冰地寺 哎呀 那这个怎么办 这也不是boss呀 那 哎呦 好烦啊 带个歌手巷子葵 这歌手巷子葵 应该可以正常用啊 为什么不之前 为什么不用那个普通巷子葵呢 因为他好像锁一级 那锁一级的话呢 我就带正常的巷子葵好吧 然后这边是一起摇滚吧 这边能正常种巷子葵 哎呀 僵尸都来了 你怎么还一起摇滚啊 这 这这不对啊 这这这 诶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哦不行 你必须一起摇滚的时候 僵尸植物才会打是吧 老哥老哥那那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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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快打植物快打 我的天 快快快 动住他们动住他们 嗯 现在不太敢种更多植物了 我只能丢三个植物 就这么一排 粘粘炸弹米加 星星 天使星星果的减速 不知道能不能醒的通啊 诶 不对这项子葵怎么不产阳光啊 这 哦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一关和刚才那一关 都是一样的 道理 这种模式下 项子葵即使你能选上 但也不会带阳光的 但也不会他 他也不会产阳光的 我都忘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 要带 这个 棒打县城 因为棒打县城 无视这条规则 可以让僵尸彩阳光 而不是我们彩阳光 哎呀我在干什么 我 那好吧 我先 这样子 我看看能不能过啊 如果这都能过 那可真就稀奇了 不能过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 哎呦 僵尸扔这个东西了 哎 不好 死了一个 死了一堆植物了 哦吼 啊 好吧 你看到最后一波就 开始扛不住了 我想戴手黄瓜啊 我觉得我非常的牛 黄瓜的伤害 杠杠地啊 来 他竟然能判定损失植物 但是我能损失三株植物啊 啊 到底谁更厉害 是吧 我可是能损失三株植物的 我全损失在黄瓜身上 不就无敌了吗 对不对 我这个阳光到时候肯定够的啊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 黄瓜用来打巨人 咱们的目标就是这么明确 非常的明确啊 这黄瓜应该能崩死这个巨人的吧 这有点怕他崩不死 你知道吧 等到反正等最后一波 僵尸全部出来之后 再放黄瓜 最后一波了是吧 等会先别开加速 慢点慢点啊 他论小鬼不怕 小鬼算什么东西啊 小鬼 你小鬼算什么东西啊 你即使咬我东西 我都能南瓜套子呢 僵尸有没有都出来 现在还上三株植物啊 哎呦我感觉 哎呦我怎么感觉我这局比 刚才打的好多了呢 僵尸还有还在后面没有全出来 不接不接 我现在还能损失三株植物不接 这僵尸走的也太慢了吧 啊 我的小鬼落地都没咬我植物就死掉了 还有僵尸吗 啥我怎么感觉我这黄瓜都不用用啊 这局比刚才玩的好多了吧 就是因为多了这个仙城对吧 对我还忘了这个仙城了 好家伙啊 不得一万阳光了 我认你我认你十个黄瓜都OK 只要冷却够 我的天 那那最后一关其实很简单啊 只要你24关会过了25关 就很简单了 更简单了都 这巨人都没法威胁我 这最后一波迟迟都结束不了了 这僵尸打这么多 过关了 我黄瓜都没扔 你这功夫最后一关 哎呀学会了也太简单了 对对对 他虽然显示的是江湖博士的头 但是我根本不是打的博士啊 哦不但是我根本不是打的最后的boss 那boss在哪里呢 大家说是在这个任务里面 哪里啊 哦在这 功夫世界最终之战 获得主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标还非常有意思 还是金色图标 我们来玩一下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加载还加载了半天 场景不会 我知道了 僵尸肯定贼多 都在屏幕右侧等着我呢 是吧 所以说他加载中加载中 加载到现在都没有读出来 快快快 我等不及了 快端上来吧 那僵尸说等不及了 鲁卫快把你脑子端上来吧 是吧 好的卡住了 别吧 怎么就卡住了呢 别卡呀 他到现在还没有架载出来 有粉丝说也卡着了 为什么呀 别闪退 什么鬼 这关还能闪退的 完了 他未想应 哎 他想退了 看来这是个bug 作者都说了 得以后版本更新一下才能进去 这个功夫boss大家 我这个只能先玩不了啊 哎呀太可惜了 本来还想看一下这个boss 有多好玩呢 那我们只能以后再打功夫世界咯 然后我们上一次 我记得我们打那个 我的房子的那一关 第四关不是说要魅惑吗 我看看那个那一关我能不能玩了 看一下 哎就是这边啊 魅惑70只僵尸 哎怎么变成65了 哎 你你降难度了是吗 作者给了我这个新的版本数据包 降了一下难度 然后把超能花菜给默认选上了 这关也就是就变得有解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一二行啊 这个田山护卫已经被 哎 看到没有 话还没说完呢 草草乌龙就把这个 田山护卫的叶子给奶满了 啊我们第五行也来一下 奶满了 那这样子僵尸就可以快乐的 啊接着啃了 是吧 你看他多快乐 这个地方的话 击退击退击退 全部击退啊 全部给我击退 七个六个 四个 三个 两个 啊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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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作者降低了一下难度 零个 我还剩几个僵尸 还剩一个两个三个 还剩大概四个僵尸 还是三个僵尸的样子 过了 哇作者帮我降低一下难度 原本他要求70个 现在只要65个僵尸 能缓175只僵尸 你这撑干干什么 你这么急啊 你别这么急啊 你先别急我 还没急呢 这真离谱啊 哎呦我的天 这屏幕怎么抖了一下 这 这 这啥呀 这 哎 你撑干僵尸 是拿什么什么僵尸改的 你这撑干僵尸 撑干僵尸 应该是拿橄榴 他那个动作 非常的像橄榴 那我感觉这100多个僵尸 就刚肯定不会有那么多 100多个僵尸的 我感觉 用这样的方法可能不太行 僵尸都出完了 我这100多个 可能肯定还达不到 你们觉得呢 这个要求 僵尸肯定少于这个要求 我感觉 所以说 如果真不行的话 我们就去换那个 雪莲这种植物 直接开直接开 我们来看一下啊 开局我能发展阳光吗 那就推吧 开始 雪莲种下来 你 他打的好慢啊 雪莲 好开始动 动僵尸 他这也算动 但僵尸动一会 他就自己走了 就恢复了 不动的状态 所以说 他还能再被我动 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 雪莲啊 这是原因 但是雪莲的伤害 比较的拉 所以说 该击退的还是要击退 放迷迭箱啊 这么击啊 啊好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迷迭箱 把所有植物 雌性植物 开大招 我的妈呀 好家伙 这伤害瞬间就上去了 你看 还剩多少个僵尸啊 64 刚刚还100多个僵尸的 这个要求 现在直接变64 哇这太爽了 我们还可以再来 能量度复原他的冷却 再来一下 啊再来一下 来 四星植物开大 现在还剩14个 11个66 直接完成 好家伙 那这关 简单吧 果然选对植物就 就非常的简单了 最后 最后一波了 没了 把他们干死就好了 对称造型 这太刮了 你这个 还没死啊 还没死啊 好 那我再开一次打 打歪 知道吧 我一打歪 好 都死了 不容易哦 再来一个 庆祝一下 开个加速 OK 搞定 我已经有点厌倦僵尸博士的把戏了 确实他还是老一套 不过这一关他貌似想难道我们的样子 没事我有迷迭箱 巧了我刚刚才用过啊 他这次提示用迷迭箱 90秒内不使用阳光 不使用超过1000 what 这关任务居然要限制我阳光 好 植物快速选了一下 这关我在 试玩的时候 尝试了好多次 都不太好 弹幕观众跟我说 洛威啊 你要带这个 眩晕除菊 这种植物来打 会好打一点 因为除菊打着打着 就能喷紫色器 定住僵尸是吧 哎呀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我就带 现在我在疯狂种这些植物 然后这一关他有 不能使用超过1000阳光 那我就把我除菊种他个5个 我们之后就不用了 然后疯狂种小喷姑 小喷姑能阳光吗 我模仿者还模仿了他 这样子打起来肯定嘎嘎乱杀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你看这个时间还在到底是走啊 要在规定时间内不使用阳光 90秒内 不能使用阳光 但是前期 我还得种植物啊 那我赶紧把这个除菊种完了 然后我就 差也不种 只种小喷姑 这样子也不会 也不会这个使用阳光 好现在开始了 那么我开始不种了 只种小喷姑 又不使用阳光 而且呢 也能打僵尸 哎挺不算 我们现在就开始斩 等这个时间走啊 然后要拖僵尸时间 现在僵尸就靠小喷姑和除菊了 我得 对还有个冰蛋呢 我差点都忘了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 给拖过去 拖到这个一分钟 现在还剩一分钟 这一分钟到了之后 我就可以在仅有的470点阳光之内 在尽可能重点 秒杀性植物 把僵尸全给倒了啊 之前没有选这个秒杀植物 就有点打不过 现在我又带了这个石楠 我又带了大黄 这次冰蛋呢还有 我待会可以的话 还能冰蛋来大招呢 好底下这个能量斗僵尸过来了 待会把这个T龙给它搞定 你看这个眩晕出去的雾 一排过去 僵尸集体熏入了 这还能给我拖一点时间 哎呀这个小喷姑 他自己会消失 这就是二代的一个特性 你要这个特性干嘛 小喷姑要是不消失该多好啊 真正的成为阻挡僵尸的障碍 小喷姑自己就钻土里面去了 我要不停的补众小喷姑 着实有点麻烦了 是吧 好好好 还剩十秒钟 我这个任务就要完成了 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僵尸掉过来了 这个 撑干僵尸太可怕了 还有还剩三秒 两秒钟 把底下能量斗 哇好 干净先来一发大招 机器冷静一下 这第一行怎么看起来这么危险的样子 太离谱了 好任务完成了是吧 任务完成了我还怕你啊 我现在可以用阳光了 但是不能用太多 大黄还是 我看看 这僵尸多的 要不我用大黄吧 一个大黄 如果用大黄的话我可以中 四个大黄下来 这大黄为什么没把那个铁桶干死呢 你这个叛徒啊 大黄 还剩370阳光 还剩370 那我的第一行 我的 这车白推了 我大黄还在这呢 大黄自己就是小推车一样的本领 结果最后我还让他第一行推车 但是没事 他还能帮我再打 输出第一行 那我现在这一行 第五行 来个大黄 第五行来个大黄 大黄加油 大黄给我抽 大黄给我抽 冰淡的可以动一下 我这个老天哪 270的阳光 反正没关系啊 我还有车呢 哇 真够离谱的 给我晕一下 推车流 还有170的阳光 我真口 这大黄为什么总会漏僵尸呢 漏僵尸 大黄你怎么喜欢漏僵尸 可还行 好 结束 哈哈哈 大黄你怎么喜欢漏僵尸 太可恶了 过关 这大黄的言译不错啊 他又暂停在这儿了 这个表情 那么好的 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了 咱们今天又打了功夫世界 又打了这个房子的 史诗任务关卡是吧 整个关卡玩下来呢 有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有的就是折磨啊 毕竟这是高难度的一个改版 最重要的就是玩的开心就好 大家说对不对呀 那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多三连支持一下这个系列哦 我以后也会接着为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 沙特版本冒险时光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喽